毛泽东撰文称赞,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静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节六中全会。 会上,高度评价杨静宇和东北抗日联军致电赞与他们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上海主次第五 Colin Rights Channel 英雄 叨凯 闹下 读书写字渺拜华 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 它可以花钱月下可破长雨 大家可以坐过农村下酒楼 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明天灵魂 记住它的意容 记住它的声音 记住它的眼睛 记住它的英明 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记住它的意容 记住它的声音 记住它的眼睛 记住它的英明 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明天灵魂 我们不怕死 我们从参加抗联第一天起 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对 我们不怕死 对 我们不怕死 你们这种金气神 值钱可贵 都坐下 但是我作为司令员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 在保证胜利的前提下 保护好你们的生命安全 因为你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你们是抗联的继承人 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牺牲一个孩子 我的良心都要受到谴责 都没法和你们爹娘交代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把你们少年营留在我身边的原因 你们当中还有些孤儿 那双子啊 那鹿啊 家人都被鬼子杀害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阳尽语在 你们永远都不是孤儿 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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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忘了 我们共产党的人不信这个 你起来 起来 走 咱们先去抓个穿狗皮的 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走 走 你留下 你陪着小路 精神点 走 大哥 坏了 你又生了 他不行了 你再 要生了 咋办呢 大哥 那你这样 四眼 你跟那个谁 李老强 你俩到前面 找一个被疯的地方 就是马架子 偏沙子 啥都行 被疯就行 到前面找去赶紧 好 大哥 我干啥呀 我干啥 你跟那个谁 游记子 要照顾后 慢点去 快快快 走啊 快点 慢点 慢点 快走 没事 还是个小队长呢 认识这是谁吗 这是我们抗联的杨司令 杨司令 你站起点 站起 坐着 坐下 坐下 我当警察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也没干过啥坏事 你可千万别杀我 我不杀你 你叫啥 您就叫我朱子德了 朱子 你们大队有多少人 三百 除了手枪步枪 还有什么武器 两挺轻机枪 两挺重机枪 还有两门小钢炮 还有吗 还没有了 没有了 你们大队长在家吗 他不在 他去猛江了 他儿子娶媳妇 他去给他儿子娶媳妇了 他今天下午一定回来 肯定下午回来 肯定 朱子 你得跟我走一趟 去接你们大队长 你们要杀他 你们要杀他 那我咋办呢 他有护兵 还带着枪啊 你放心 我保证你安全 王队长 到 朱子 到 你们去搞马爬里 是 我们又普空了 这根本就不是杨静宇的阻力部队 成民 你为什么总是判断失误 不是我判断失误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一定是杨静宇搞的鬼 他是利用机关和后勤人员 来改变我们的追踪方向 对对对 你分析的对 杨静宇肯定是把机关和后勤扔了 要不然少年营那帮崽子 那可不好对 好像有女人刚生过孩子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有个姓万的女大 我临走的时候 我记得她要生产了 赶紧是她 哎 你听 好像有小孩的哭声 李生龙 呆 快去找一找 有了孩子就能找到母亲 快 跟我走 朵朵 李队长 李队长下午肯定回来 他肯定回来 上面来命令了 说抗连可能要过来 让我们多提防着点 他赶不回来了 走这条路没错吧 没错 金山和出路走就这么一条路 李队长 他过来了 叔子 就按我教你的诉 完事后 我发给你钱让你回家 行了 只要能保住命 怎么都行啊 这身皮 我早就不想穿了 走 咱们来一趟什么人 好像是安军 李队长 别开枪 是我 你来干啥了 这是通话治安军的杨团长 找你有急事 是李队长吗 是我 九阳大名 兄弟奉上面的命令 前来巡视 看一下牧场这一带 有没有抗连的人在活动 放心吧 有我在啊 就是请杨靖宇来 他都不敢来 那是 木齐和森林警察大队的李队长 那可了不得 杨团长 我炒分你怎么面花呢 你是 你给我说 双子 我是杨靖宇 杨自立 我们森林警察 从来没跟你们抗连做过对 我们九水不犯和水 你和百姓做对 你帮着小鬼子欺压百姓 剥削了上万个劳工兄弟 也帮着小鬼子修铁路 把东三省的物资运到了日本 你能说你没罪吗 那都是日本人干的 这我心里有数 所以我们对待警察和治安军 和对待小鬼子的态度 政策 是不一样的 只要你枪口不对的中国人 我们就既往不咎 可以宽大处理 明白了 杨自立 这次你们来有什么事 你知一事 兄弟一定照办 好 咱们边走边说 有没有 大叔 大叔 找到了吗 还能没找着 不过 我 我就把他带回来 凡死 出生 他们连出生都不容 柱子 你告诉弟兄们 就说我杨俊宇来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只要是交出武器 我们就优待妇孺 发给陆飞回家 如果谁敢反抗 刘四六 你放心 我们肯定不反抗 对 一定不反抗 好 去吧 大陆 到 司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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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们还没开枪呢 那几个日本掌柜的吓得腦腦的就跑了 俺们把财务市的大洋都拉出来了 这几位是那个劳工代表 他们有事找 你去处理一下俘虏 每个人发两块大洋 告诉他们马上离开这回家 不然关东军来了会报复他 是 去吧 工人弟兄们 如果你们想回家 就回家 如果想留下来 参加抗联打鬼子 我欢迎 上家的你放心吧 走 走 我打了 走快走 我说抗联的兄弟们 这库里的好嚼勾 我可都给你们拿出来了 你看 这酸菜血肠 红烧肉 什么都有 赶紧吃吧 来 说抗联的兄弟们 你们打日本吧 太不容易了 这三百多警察 每一辈子就让你们给灭 杨司令 了不起啊 那啥 吃 回头啊 我再给你们蒸两匹馒头 来 吃吧 来 董主办 慢慢吃啊 别急 电话线了 咱也给掐了 小鬼都得到信之后 赶来赴宴也得明天中午了 咱就不等了 吃饱 吃好 咱们打牧场的目的之一 就是让大伙 热热呼呼的 吃顿饱饭 有这顿饭垫底 能顶三天 吃 实际吃 翻转 好 是 来 来 老婆 撤我哪儿 快 给你拿套 大龙家的 前面有个囤子 走 进囤子 找不着人 先把粮食藏起来 完了想法子告诉杨司令 帮你派人来娶 还是 还是我娶吧 我一定设法找到杨司令 一定把粮食 送到杨司令的手里 团长 还是我去吧 你是主帅 这里不能没有你啊 不 你不能去 你还年轻 对 团长 你也不能去 那日本人抓到你 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要再争了 我的好兄弟 咱们跟杨司令 是生死之交 咱们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 日本人 把抗年的地上 落死了 我就是和树这条老命 也要把这些粮食送到杨司令的手 这些粮食对他们来说 一顿饭就可以兼职三天 一顿饭就可以救了一个战士 好了 我走了以后 这个家 这个家可以了 我万一回不来 这只抗制对付的打击 就由你扛起来了 团长 我来 出去咋没人了 我去找鬼子归大屯了 你是 无狐一之花的 大当家的吧 你是 你咋忘了呢 我男人和你男人叼大哥 那不是磕头的弟兄吗 孙老妹子 你看 这有年头没见面 他一个人在这猫着 这磕要落起来 磕就长了 这一会儿 小鬼子还得来 你们拉这些粮食 是不是给抗连的 对 我们山寨如今也入伙抗连了 这小鬼子 一归大屯 他们粮食就断顿了 好几回啊 我们给他送粮食去 可就是找不到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啊 我这不也在这找的吗 原先呢 咱这村里头啊 有个联络站 这成兵判断呢 县尾的几个头头 让他县兵给抓起了几个 这不领导啊 就在村上等他 万一是抗连的人来了 这不就接上头了吗 俺们也好给他整点粮食啊 这可太好了 那呀 我们把粮食就给你留下 等你找到杨司令 再把粮食交给他们 种 种 i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棄下 放棄下 组队长快撤 你们快撤 一定要把梁子中一样弄 是 快 原来是罗先生 先退 不愧是真正的军人 佩服 罗先生 幸会了 带走 带人 逃走的是敌人的酝酿队 继续追击 不要让一粒两手落到杨静宇的手里 不要把他活活的困死 不杀 今天冬季的草拔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动用了大量的兵力 采取了苏黎世铁壁合围 在长白山的路上 我们设下了包围圈 在杨静宇的部队 活动地区 我们设了三道包围圈 把他们死死团团的围住 绝不要让一粒粮食流到抗粮人的嘴里 我要把他们活活的饿死 冻死在长白山上 冻死在长白山上 都冲上去的 咱们不能按兵不动啊 你没看见 又一拨一拨就滚下来了吗 等抗粮把子弹打光了 咱们再上去也不晚 旅长 我提醒您好几次了 这一郎大索他看不上您 说您好说的 是非误 我是废物 他不是废物 怎么到现在还没抓着杨静宇啊 他是讨伐队的总指挥 他就没有责任 丁竹篮 给我喊个打 我说是毛病 我坐下 打回去 你老公 你给我死了 我这将保护了 大蒜安不开 你刚才是不是烤火了 烤火了 我在山上 烤火了 天这么冷 一烤火 你进缓霜 你又动人了吗 明白不 大蒜安 打完没着 撒掉 大蒜安撒掉 用尿吃 用尿吃 快去 扔什么 用尿吃 我看你们出了什么 大蒜安撒掉 你这将这里 大蒜安撒掉 大蒜安撒掉 还摆在枪呢 老大小伙呢 喂喂 喂 大手过下 放开 少北梁 你为什么迟迟不发起进攻 你想坐山观虎斗看窍我是不是 从现在起撤销你旅长之务 报旅长 用 这个旅交给你指挥 你要做出个样子 给他们看看 是 游记者 我们今天晚上准备突围了 山园的情况怎么样 能走吗 没有问题 那好吧 你赶紧准备一下 我们接手阵地到现在 全体的生死存亡 就看今天晚上是否能突围出去了 就一个字 拼了 一会儿啊 我在前面杀出一条血路 你们在后面跟着我 往外冲 不行二哥 杀人太多 行不通 你们先往外冲吧 能活一个是一个 不行的话 我们要守着他与小鬼子 同归于尽 杨自然曾经说过 打仗的时候 要用聚会战争 你听我的 我们听你的 小妹 大伙儿你们跟我一起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就是中国人 快速追击 让他们朝去山林 快 冲啊 又是知安兵 套房人 我一定要处死 上门两天才老公 上门同志 怎么样 小妹 你们大伙儿 赶紧撤退 不退出刷吗 会连累你们大家的 我终于快走 我终于所有的文件 必须马上处理掉 你这个时候 能把你弄起吗 那么扯吗 你放心 这一代我特别熟悉 和他哥有我们自己的人 快点 快点 鬼子 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赶紧走吧 走吧 走吧 山一姐 走吧 都行 这是命令 你们赶紧撤 快点 山一姐 快走 跟我来 快 小心点 你当心上一姐 什么 快撤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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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悲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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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臭脚 我不能让你跑 倒是蛋 倒是蛋 哎 快 快 快车 快车 董事远快车 走 快车 董事远 你总是慢腾腾点 快走啊 董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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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啊 成 成 成 董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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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这么就走了 董事远 话 老套 你可我平时 我跟你喊啥啊 老套啊 老套啊 干什么 好 老套 您 阿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再装强做事了 我是抗日连军 跟你个侵略者 有什么好当的 罗先生 您太固执了 权力的讨伐 共产党的武装 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来到东北 完全是为了防止苏俄对东北的赤话 并受满洲国皇帝的邀请 来这里建设王道乐陀 我们不是侵略者 我们是你们的解放者 行了行了 你以为你这些话就能说服我 投降吗 什么素质话 什么王道乐陀 都留着到你们自己的电台和报纸上去讲吧 好了 我们不谈政治 我想知道老先生运筹帷幄的妙计 请问您是怎么和杨静宇联系的 是啊 是啊 说实话 最近 真是和杨斯林 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了 不然 我们给他送的粮食 也不会费这么大的钱 我说我们彼此 有联系的话 我能告诉你吗 啊 那么粮食 是从哪里得到 当然是从你们手里夺回来的 是吗 有没有从农民的手里得到的 那绝对不会 罗先生 你这案子已经惊动了国府和关东军司令总部 如果我从你的身上一股所获的话 你会知道 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悔 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绝不会背叛我的祖国和民族 看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我会给你三天的时间来考虑 三天 只有三天 三天之后 请好做为止 小队长 前面不远处 就是河州沟村 那里边有很多抗帘的老关系 我相信 条山与他们领事队伍肯定进村里卖了 丁成龙 你会对皇军对你的厚爱 你和那两个老兵 这咋说什么 不想是你差人 洪山丝女士 你这是对我 山子 我想这一定是误会 你先把枪放下 你容我查一查再说 我可告诉你 你放老实胆 我再给你一次激活 别忘了 我时时都可以枪毙你 我真的 红山子女士 我问我真的是对皇军忠心耿耿啊 真的成队长 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啊 我呀 现在不说这个 赶快让所有的队伍 把河头和村给我围起来 把大小路口都给我封死 绝对不能让平安瑜跑了 四伯娘 四伯娘 好点没有 不行了 四伯娘 你咋到日文的医院来产病啊 是 四伯娘 咱马里走 夹去 找我中医 好好地给你扎护掌握 对 咱这就走 找中国医生看 晚了 太晚了 这住眼前还好好的 它越开越重 这日本人 到底的司令用了什么药 谁说不是 谁知道日本医生 都该用的什么药 娘的 这小日本子 是黄鼠狼得几百年 没他妈安好心 四伯娘 我去找他们 走 我回来 回来 回来 四伯娘 你要说什么 四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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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茶 三七 四伯娘 六伯娘 一 Els Podcast 三十四伯娘 四伯娘 六伯娘 三十四伯娘 四伯娘 三十 一 金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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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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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